大雄小夫生存 玩家叫化身大雄与小夫 当开局被陷阱在充满岩浆的空打 需要拯救出被黑龙抓走的 多拉艾帽和炮虎 大雄大雄 多拉艾帽和炮虎都被黑龙抓走了 我们还被岩浆包围了 怎样才能够助他们呀 小夫你别急 这里是岩浆空打 我们想去救多拉艾帽和炮虎 必须先想到再 看这个空打到对面的传送舱去 用传送舱去列艳星 原来这里还有传送舱 那不是很简单吗 去去岩浆 我直接召唤麒麟作季跑个时不就行了吗 我怎么召唤不了作季啊 没用的 因为为了防止人家去列艳星 限制我们不能召唤作季 那怎么办呀 明明传送舱就在眼前 我们却过不去 而且岩浆里还有熔岩之兽手掌 咱们得从长进眼 先看看周围有什么能用的 有几个商人 还有几只兵雄 那些我们有救了 地上有冰块 我们可以融化冰块变成水 有了水我们就不快岩浆了 连这么高温的岩浆都融化不了它 那我们怎么融化 这里有沙漠商人 沙漠商人会出售叶化剂 我们提取西星礼盒 就能跟沙漠商人购买叶化剂啊 这么重要啊 这边再买波龙瓶 再买冰块变成水 再用瓶子把水收集起来 直接浇灭一浆过去 什么情况 这穿松仓怎么是没激活的 完了完了 我们被坑了 怪物全都追下来了 快跑 等等 原来出生点就不少星战能源碎片 先收集起来 四个能源碎片 刚好可以合成一个核心 趁他妹妹反应过来 我们赶紧学了眼神 别急 要想打白黑龙 我们还是要一把远程武器 这里还有不少命银矿石呢 我们做一把弓箭 制作弓箭需要两根命银 一张皮革 还有两条丝线 皮革可以击败冰神获得 但是丝线怎么来啊 别担心 来衣服的沙漠商人 有十块出售丝线 要找他买就好了 好家伙 果然是黑衣裳 什么东西都买 一颗线形能买到十八条丝线 是很划算 弓箭制作完成 但是问题又来了 有了弓 可是我们没有材料作件啊 我有办法 这里有弓箭符文 我们可以给弓箭 附模一个无线设计 只要一个创造晶体就可以 不过丁线人 只有到了晚上才有 我们先等等吧 那就去嫌 先记守卫的铁双备用一下 增强自己的防御率 天黑啦 嘿嘿 野黑风高夜 是个猎杀地心人的好时机 野怪城都跑出来了 我不要地心人 这可是附模无线设计的 冰杯材料 一次就能附模成功 那是不是只要 击败一只地心人就可以了呀 不是 分数附模台需要六个创造晶体 我们还有多几个奋用 附模成功 万事俱备 我们快点去就多了 M和炭虎吧 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你不需要知道 臭黑龙 竟敢绑叫我的好兄弟胖虎 受死吧 有机会 他现在赶紧把独牢猛救出来 你休想 黑龙咆哮 嗯 狗屋的臭黑龙 但是只能先解决你了 笑话 岩江空岛上这么强 你们拿什么打败我 当然是弓箭 呃 我就是想借个白宝袋拥有 怎么就这么难 想的美 白宝袋是给我用的 成功击败黑龙 本来也冒安全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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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